出来记记第十五章 这一章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章 充满了对神的赞美 也宣告出有关于神的真理 以及向仇敌夸胜 所以很值得我们来一读再读 甚至有些经节 我们应当把它背下来 然后作为我们自己的祷告 以及赞美 在这章里面我们要来想的问题是 你的信心和赞美 能挺得过下一次的试炼苦难吗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唱诗歌颂 觉得信心非常的大 也赞美得非常的投入 等到我们投入在生活当中 遇到试炼苦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坚挺我们的信心 而且继续宣告我们的赞美呢 我们看到在这章里面 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首赞歌 那事实上我称他为出埃及的凯歌 我们看到在前一章 就是神已经实施了十灾 把让遍地的这些埃及投生的 全部都被杀了 然后呢 在红海的时候 又把法老的最强的兵力 这些马车啦 军兵啦 将士全都杀了 所以真的是伸出他大能的宝贝 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所以呢 当他们经历这样 一个大的得胜之后呢 摩西跟以色列人 就向耶和华唱歌 所以唱歌呢 就是我们一种 一种情绪 非常大的 非常高的一个表达 他就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所以我们向神歌唱 在这地方讲说 他真是大大战胜 我们的神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大大战胜 不仅能够战胜 而且是大大战胜 第二节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这个经文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呢 我们在诗篇 还有在其他的地方 也看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 他们不断的在回荡的这样子的一个赞美词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背下来 常常让他作为我们的一个祷告词 他还讲到说 这是我的神 哇 就看到说真是何德的 以神为荣 能够完全的认同 拥抱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他不仅是我的神 而且是世世代代的神 是我父亲的神 他不是一个好像外来的陌生人 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出生以前 他已经是我父亲的神了 所以我要尊崇他 所以对有些人来讲 神好像是后来才认识的 但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神早就认识我们了 而且他早就存在了 接着第三节讲到说 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所以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征战的 法老的车辆军兵 耶和华已抛在海中 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 然后在第六节 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 先出荣耀 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所以我们的神 我们欢迎我们宣告 他的右手要施展能力 要先出荣耀 大发威严推翻那些 起来攻击你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大发威严要推翻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 主你为我们来征战得胜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 在第十一节 耶和华啊 众神之中谁能向你 谁能向你至胜至荣 可颂可谓 施行其事 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 反复颂赞的一个赞美词 耶和华众神之中 谁能向你 所以我们在前面 读到实灾的时候 也是在强调说 神行这些大神迹 就是要让人看到 神是独一的真神 没有谁能够向我们神的 祂是独一的 谁能够向你至胜至荣 可颂可谓 施行其事 欢迎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施行其事 因为祂是至胜至荣 可颂可谓的神 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 所属的百姓 你凭能力引他们 到了你的圣所 所以这一切 神所行的神迹 都是因为 祂爱祂的百姓 祂救赎了祂的百姓 祂不仅是满有慈爱 而且祂大有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 完全的信靠祂 我们在祂里面 是完全的安全 祂还凭能力 引他们到你的圣所 所以这地方 可以说是 他们在赞美当中 在这歌曲里面 也在发预言 就是不仅把他们领出来 而且要把他们带到圣所 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讲 什么应许之地 牛奶与蜜之地 他讲的是圣所 所以即使他们现在 还离应许之地很远 他们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建造 但是他们摩西 已经从神那边 得到了启示 所以他就宣告 他就预言 他们将来要在 所到之地 要为神来建立圣所 所以我们看到 神不仅把我们救出来 也把我们带到 祂的圣所 带到祂的同在里面 让我们能够来敬拜祂 所以我们不仅 是为了自由而得救 而且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 就是能够自由地来敬拜神 来爱祂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当他们这样子大大的赞美神 米利安也带着众妇女 有一个领骨队 不得了的一个规模 可能是那时候是 这个领骨队可能几十万 或者是好多好多的妇女 那在那边夸赞 那但是呢 当他们到了 这个没有水的旷野的时候 这个马拉旷野 他们就跟摩西发怨言 说我们喝什么呢 其实呢 这已经是以色列第三次发怨言了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 才大大的在那边欢庆 两百多万人在那边一起的唱凯歌 但是呢 一遇到这个没有水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赞美了 他们的信心就软弱了 他们就开始抱怨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信心跟赞美 其实没有持续太久 只持续到下一个试炼跟患难 那其实我们看到 当我们在试炼患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之前的得胜 我们之前的经历 我们之前的赞美 我们之前宣告神的真理 这个呢 其实都是我们属灵的能量 所以我们在遇到苦难 试炼的时候 我们更是要记得 神曾经怎么样为我们来 征战得胜 我们要记得神所施行的神迹 我们要在患难当中 更是要紧紧的抓住神 用信心来宣告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因为我们所经历的 这些患难试炼 都会成为过去 但是神 他是永远不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宣告真理 就是神所示的真理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得胜了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感谢你 你总是率领我们 在基督里面向仇敌来夸胜 我们靠着你是得胜有余的 因为你为我们来征战 你将得胜赏赐给我们 所以让我们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心态 来面对任何的挑战 任何的试炼苦难 让我们真是常常发出 对你的赞美 就是宣告你是怎么样的神的真理 在这个真理当中 在这个宣告当中呢 就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